醫師,談一下,因為上次是有牙周病來的 對,今天上次有幫牠做全口洗牙,有幫牠塗火了 今天是繼續追蹤,結果牠的狀況是比上次改善很多 幾乎沒有什麼牙筋,有時候牠是變得比較輕微 牙筋是只有一點點,整個牙癮狀況看起來都很好 你看我幫牠洗牙的過程幾乎沒有什麼血壓 牙癮的狀況其實還不錯 牠已經是輕微的發炎狀況而已,不像以前有中度那種發炎反應 牠今天牙癮狀況是比較輕微,所以在洗牙過程沒有什麼去 牠因為比較不痛,今天幫牠做火焰治療,牠比較沒有痛的感覺 所以牠就比較很容易配合,牠比較不會掙扎 大概就這樣 那照護者,就是說你們幫牠刷,真的刷得不錯 我剛剛感覺就只有有陣子在刷,沒有刷到那個牙菌 那個食物殘渣一定都會卡在牙縫 我剛剛在看牙縫沒什麼東西 牙縫沒什麼東西 因為我有幫牠 照護得不錯 就盡量用刷,牙縫比較大一點,可以用牙縫刷 買大號的,牙縫刷有分尺寸 買最大號的牙縫刷,牙縫會比較好 我現在沒有用,因為用牙刷牠就已經滿受不了了 所以我就只有用牙刷 對,可是你用牙刷反而 對牙縫比較刺激 但是牙縫刷對牙縫比較不刺激 是嗎? 牙縫就只有一個刷頭 你就刷完牙之後,休息一段時間 然後再用牙縫刷,把牙縫切乾淨 這樣牙縫會比較健康一點 因為年紀大,牙縫都會萎縮 那牙縫就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那你用,單純用牙刷 你們幫我把牙縫的東西切除 所以盡量用牙縫刷 那這樣的話要每一個牙縫都刷呢?還是這樣? 對,可是牙縫的口數不是很多 所以每個牙縫都要刷 但是一天,睡前那天一定要用 最好你如果沒有時間用牙縫刷 在睡前刷完牙之後再用牙縫刷 一天刷一次,用牙縫刷就可以 現在這個是不太可能 因為是在養護所 對,那我是在那個下午的時候 下午吃過飯,休息一陣子才刷 那晚上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好,謝謝 謝謝